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基於種種技術上還有人員的不足 現在唯有由我們兩位主持人來擔當門面 我們 你好啊,西泉 真的不好意思,你好一盡 西泉,為什麼當初你會入籃球隊的?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,不如你先回答吧 其實你一直以來都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覺得在中學完成這個夢,已經很開心 西泉你呢? 夢想這件事其實呢 我還在我媽媽肚子的時候已經在想 但是,出來後我都沒什麼機會實現 現在去到中學,跟你一樣 我也有機會實現這個夢想 我真的覺得非常開心 那你對今年自己有什麼展夢? 下一年的學界,你打算以一個什麼姿態去迎接呢?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相信是以對面對的姿態去迎接 那我唯有以你的姿態去迎接 是不是真的板凳? 當然不是 那不要緊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會找到人的了 嗯 我們將時間交給接下來的人 好 你好,這位同學我想問一下 看到你的籃球底 我想問一下你平時有沒有做任何活動呢? 投一步,打籃球 有踢球 有踢球 但是我們學校沒有足球校隊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學校有其他校隊的樣子? 例如什麼籃球隊,排球隊的樣子? 排球 籃球 籃球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練習的時候發生的趣事? 例如小小也好 小小 嗯 沒有什麼發生的 我們努力練球 好 那同學你有沒有參加任何學界的運動? 有 參加什麼? 游泳 游泳 平時的練習日期是多少? 星期一至六,每天三個半小時 我會打籃球 打籃球 你很高 打籃球應該 不錯 有什麼有砲隊? 有 四五萬砲隊 那你有沒有打過學界? 有 打過多少場? 四五場 所以要繼續努力 都不錯 你覺得那個經歷是怎樣? 難忘 因為 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打學界 為什麼你當初會選入籃球校隊? 因為 當初和朋友一起打球 所以進了籃球校隊 那你們覺得籃球有什麼吸引力 會令你們想入籃球校隊? 我想享受一下在籃球比賽的時候 有些氣氛和感受是怎樣 那你呢? 可以增高 增高 那你呢? 入籃球那一刻 很爽 那你們入了校隊 有沒有什麼目標? 增高3cm 都是增高 你也是增高 那你呢? 贏學界 對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跟接下來的學弟說 努力不懈 希望下年可以出線 已經辛苦 終於完成了我們的採訪了 我希望以後繼續可以擔任這個觀眾整選 來觀賞大家精彩的表演 如果記得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記得按個like 按鈴鐺 下次呢 出片就記得看了 下次也要記得like 我亦都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以及支持我們學校的學界比賽 幫大家打氣 加油 好,大家拜拜 再見